欢迎来到我们的2024美国总统大选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您了解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中 前总统奥巴马将为副总统哈里斯在关键摇摆州进行助选的消息 这次活动不仅是为了提升哈里斯的选票支持 还是奥巴马对他20年友谊的见证 接着我们要聊聊最近发布的就业报告 这份报告显示新增了25万4千个工作岗位 失业率降至4.1% 这对哈里斯的经济形象来说是个好消息 可能会减少特朗普对他和拜登经济管理的批评 不过民众对经济的信心仍然低迷 只有四分之一的美国人表示对经济持正面看法 最后我们还将报道穆斯克将在宾夕法尼亚州 与特朗普一起出席助选集会的消息 这是穆斯克自7月以来首次公开出现在特朗普的活动中 显示他对特朗普的支持越来越强烈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这些动态无疑会影响选民的决策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Yahoo US报道 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将在2024年大选的最后阶段 为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助选 计划下周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进行首次亮相 奥巴马作为民主党内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之一 正在全力以赴帮助哈里斯和其他民主党候选人 两人自2004年相识以来一直保持密切关系 哈里斯在2008年初期便是奥巴马的坚定支持者 奥巴马的助选活动被认为是对即将到来的选举至关重要 尤其是在关键的摇摆州 助力哈里斯实现历史性的女性总统梦想 在另一篇Yahoo US的报道中 9月的就业报告显示美国经济强劲增长 新增25万4千个就业岗位 这对哈里斯来说无疑是个积极的信号 尽管面临高通胀和消费者信心低迷的问题 这份报告可能会改变选民对经济的看法 经济学家指出 随着选举临近 最新的经济数据变得愈发重要 虽然许多美国人仍感到经济状况不佳 但这份报告可能会削弱特朗普 对哈里斯经济表现的攻击力度 帮助他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获得更多支持 最后Yahoo US还报道了巴尔迪摩一起案件 41岁的朱尔克劳德 因在2023年9月致命枪击霍华德县副警长 而被判20年监禁 克劳德在酒吧外与受害者发生争执后开枪 导致23岁的瑞安 登比重担身亡 尽管陪审团对谋杀指控做出了无罪裁决 但克劳德仍因过失杀人及其他罪名被定罪 克劳德的辩护律师表示 他是出于对迅速升级的暴力威胁的自卫 但法庭最终仍然做出了相应的判决 美联社报道 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将参加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的集会 这是特朗普在今年早些时候遭遇刺杀未遂的地方 马斯克在社交平台X上表示 我会在那儿支持 这是他自支持特朗普以来 首次公开出现在其竞选活动上 即会将吸引特朗普的家人 极多位宾州地方官员出席 现场气氛将会相当紧张 因为特朗普在此地曾遭遇枪击 导致其支持者遇难 与此同时 另一则美联社的消息提到 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计划 在关键的摇摆州 为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的竞选拉票 首站将是匹兹堡 奥巴马与哈里斯的友谊 已有20年历史 他的支持被视为 对哈里斯竞选的强力助推 奥巴马在民主党大会上称赞哈里斯 强调他的努力和对民众关怀 显示出他对他的信任和支持 德国之声报道 美国最近批准了一项 价值5.67亿美元的防务援助包 旨在加强台湾的防御能力 尽管对台湾的支持 在美国两党中都享有共识 但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 特朗普和哈里斯的对台政策 可能会有显著差异 专家指出 特朗普的外交政策 具有不可预测性 而哈里斯可能会在对台政策上 采取更传统的战略模糊政策 随着中国对台湾的压力加大 新一届政府将面临 如何应对这一复杂局面的挑战 BBC在中东冲突的背景下 专家们对局势的分析显示 随着以色列在南黎巴嫩的地面入侵和伊朗 向以色列发射超过180枚导弹 地区冲突的升级风险加剧 以色列的战略目标 似乎已经从削弱真主党转向永久中和其威胁 尽管以色列对真主党造成了巨大损失 但其军事行动并不能使其消失 以色列希望黎巴嫩政府重新确立对真主党的控制 这让人想起1982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战争 当前伊朗的影响力在逐渐减弱 但这一变化的过程将需要时间 专家们指出 虽然以色列在战术上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能否通过外交手段实现战略上的成功仍有待观察 Yahu!US2024年美国大选即将到来 亚利桑那州将成为关键的战场州 选民将在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和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之间做出选择 此外 亚利桑那州还将选出新的联邦参议员 并决定13项公投措施 包括在州宪法中创造堕胎的基本权利 选民可以从10月9日开始提前投票 选举日定于2024年11月5日 选举当天 亚利桑那州的投票时间为早上6点到晚上7点 尽管选举日并不是联邦假日 选民仍需提前了解候选人及投票流程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杰瑞德·库什纳在离开特朗普白宫后 多次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 讨论美国与沙特的外交谈判 涉及以色列的正常化关系 这些谈判的进展在加沙冲突爆发后变得不确定 尽管美方试图促进沙特承认以色列的协议 但沙特王储表示 除非建立巴勒斯坦国 否则不会承认以色列 这一局势使得特朗普和哈里斯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 围绕中东的外交政策争夺更加复杂 专家指出 如果特朗普再度当选 库什纳可能会在非官方的身份下参与沙特谈判 这可能引发利益冲突的伦理问题 美联社报道 德克萨斯州和东海岸港口的45000名码头工人 将在1月15日之前暂停罢工 以便进行新合同的谈判 国际长岸工人协会与美国海事联盟达成了一项初步协议 将工资上涨幅度从6年内的50%提高到62% 这一协议的达成 意味着可能避免了因罢工导致的供应短缺和价格上涨 尤其是在假日高峰期 拜登总统对此表示赞赏 称这对恢复港口运营确保关键供应至关重要 工会曾要求6年内提高77%的工资 并完全禁止港口自动化 认为这会威胁到他们的工作 虽然罢工暂停 但谈判仍在继续 双方还需在养老金和集装箱分成等问题上达成一致 专家指出 这一暂停表明双方接近达成最终协议 罢工的突然结束可能会让铁路公司面临调度问题 但他们预计会迅速解决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导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 华尔街 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导报 YouTube come at American Briefing 谢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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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